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頂貴族 歡迎收看南道新聞 南道官本社對這個問題 已經困了官民最多的故 因此南道官政府官報局 這支順求本社都官的處理空襲 接觸的吻用氣化熱烈電結將處理的技術來試驗 處理330多的本社 官長在面前 以及在為口修化頂頂人 也清新進行實習 並且表示若是處理得不錯 將在南道各鄉定是設計管本社的問題 是第三道程序 對對對 控制完全變這樣 南道官因為無分化了 本社對這個問題相當嚴重 因此南道管政府為了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利用最新的技術 AI恒溫高溫裂解裝置 在南道7000個隊企業處理330多的高用本社 經由一系列專家賣家去處理幾台本社問題 可以再一次解決 首先我們先破碎 出破碎之後再細破碎 細破碎之後再造立 造立之後再進熱烈解機 在熱烈解過程中它是900度以上 所以過程中它可以把所有的東西給燒掉 給灰燼全部給熱烈解掉 出來的氣體是可燃氣 它是可以用來發電的 所以我們出來的氣體把它冷卻之後 再稍微淨化 就馬上可以輸入到發電機 那很快的一個流程 達成我們目前政府所推動的綠色經濟循環 這次所使用的技術是 利用專家修從電光電漿熱烈解鋒 方式的改改不出問題 不然可以處理本手 還可以發電 管長在民進 理會口俗話 管理管長和台上人 也在今天早上請主來檢查試驗 並希望在未來可以運用 在南道館13的鄉定期 高創環能有限公司 他們給我們設計一套 目前全國沒有的 就是電漿高肉能的一個 處理垃圾的方式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創集 我們現在這一套 已經正在實驗中 它已經達到80%的成功率 如果說一段時間 OK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分佈在 我們南投縣的13鄉鎮 分佈設置各鄉鎮來處理 這幾年來 縣政府不斷的尋求各種最新的技術 希望可以把垃圾的區化問題一次解決 那除了先前提過的綠能中心也好 或者是包括我們現在實地 在南投市的清潔隊 來匯寬的新的電漿技術 都是透過一些沒有污染 然後減少我們在地的這些的錯位 然後透過這個嶄新的技術 可以把它成為另外一種的資源 南投管政府環保局表示 其熱烈節裝置為8月1號到今天 已經處理70棟的分手 那是這個各位 試驗技術成功 在未來會有議員的鄉定期公訴 謝謝 並慢慢來解決分手對此問題 記者李維定 蔡宏報道